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我们的相机世界节目 今天带给您的是2014全国相机个人锦标赛的对局 仍然有我和李鹏老师一起为您做棋局讲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盘棋是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今年的个人赛冠军是我们的郑维彤 直红方的棋手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盘棋的背景 好 本次比赛我们这个甲组进入甲组之后 先进行积分编排 然后积分编排取前16名进入淘汰赛 对 那么这局棋 观众是单逃前生 前面进入前八之后还继续排座次 也是两局制的淘汰赛 那么这个实际是一场四进二的 就是半决赛进决赛的 对 这盘棋的胜者将有机会争夺关亚军 而败者只能去争得三四名了 对于郑维彤来说是形势比较残酷 因为这里边好像他就他不是全国冠军 他是很希望能获得这个棋界的最高荣誉 对那当然了 哪个冠军这个得全国冠军是这个棋手们的梦想 一生的愿望 对 那么尤其像郑维彤这样有实力 而且年轻 郑维彤只有二十岁 对 那么这盘棋 对于郑维彤来说非常艰苦 为什么 在第一盘的对战对抗中 赵欣欣之先手是先下一城 对 那也就是说废水一战了 而且那盘棋 郑维彤输的略微有点冤枉 为什么 他在布局阶段下得非常好 一度获得优势 但是在关键时刻 可能也有状态没调整好 走得有点软 结果丧失了巧妙 妙手取胜的机会 结果被赵欣欣击败 那么现在第二盘棋 可以说是背水一战 对 背水一战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看看郑维彤之先手 如何能扭转这个不利局面 争取能获得加赛快骑的机会 这两位年轻棋手的一个 非常激烈的 非常好看的一个对局 泡尔平五 泡尔平五 这是必然了 因为郑维彤没有退路了 百中泡了 决一死战 这就是冰白 但是我觉得咱们老说 他全国冠军 既要有实力 还有有运气 我觉得郑维彤运气还不错 他碰成赵欣欣 万一这盘棋是徐云川坏了 第一盘先把你赢了 第二盘棋 死守 他守住了 你徐云川的功力 赵欣欣是你守 我也不一定跟你守 对 因为赵欣欣的风格 就是作战型的 对 他不会跟你轻易的去 就合起呀妥协的 是 所以这个棋他反而是给郑维彤带来一些机会 对 双方以武器炮三兵 双方很快下成了这个流行布局 这个布局也是郑维彤非常喜欢的一个 拿下方 对对对 那么 聚焦经营 黑方 现在赵欣欣选择